我注意到有关公司已经对相关的不实指责做出了回应 表示该公司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国际惯例和行业标准 日常运营符合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规定 中国政府始终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开展经营活动 美方官员的有关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完全是对中国企业的恶意诋毁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这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攻击和抹黑中国企业的做法 美国政府蓄意抹黑打压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信息通信类企业 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美国独家主导 没有任何对手、不受任何监督的全球监控网络 为它肆意监听、窃密、开方便之门 法国知名的芯片卡制造商金普斯公司的创始人 马克拉叙斯在他撰写的《芯片陷阱》一书中揭露 美国安全部门对他进行迫害 并强行将金普斯的控制权据为己有 而后利用该公司的技术大搞监听 美国诬陷栽赃的调门越高 世人越能看清黑客帝国的真面目 我们奉劝执迷于维护网络信息霸权的美国政府 反攻自行 停止对中国企业恶意抹黑 停止这种贼喊捉贼的闹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